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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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迈沙比利为新首相人选 不过呢 武统内部的选择是否一致 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网媒的wise报道说 是为武统最高理事纠正有关 以斯迈沙比利已经获得多数支持的报道 并强调后者还没获得多数支持 报道也指武统最高理事会 支持他的115票很稳固 而这115票其实也算上了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18票 不过呢 沙首长兼沙盟主席阿巴佐哈里 今天拒绝表态支持谁任新首相 并称交给元首决定 刚才提到以斯迈沙比利的票数是115 而武统最高理事查西迪 接受新周日报访问的时候则说 以斯迈沙比利拥有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他也表示 没有支持以斯迈沙比利的唯一一位武统议员 就是花王生国会员东郭拉沙里 随着武统推举副主席以斯迈沙比利之后 有消息就透露了 慕如丁很大可能成为为资政 然而呢 武统最高理事不爱就大力反对 强调新政府不能够沦为傀儡 成为国门政府2.0的 而根据消息声称 创生内阁资政一职是土团党妥协支持 以斯迈沙比利的折衷方案 我们来换个焦点 早前争取成为另一阵营第二首相人选的 明星党主席沙菲毅有先表示 明星党将全力支持安华 担任首相 沙菲毅告诉普罗州邮报说 在野党已经决定让共争党主席安华 成为唯一的首相人选 沙菲毅也感叹 由于拥有18国籍的沙盟 不愿意支持他 导致大马措施东马人出任首相的机会 无论如何他还抱持着希望 认为说东马阵营将在下期大选团结一致 另外呢 明星党青年团长阿兹斯·查曼 尖孝在推特上指出 明星党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共争党主席安华出任第九任首相 阿兹斯·查曼说了 党做出有关决定 以确保反对党阵营能够获得105名国会议员支持 如今球已经在安华的脚下 而下院预长早前已经提醒国会议员 法定声明必须保密 直到元首做出决定 直到平台却流传阿兹斯·查曼 拿着法定声明的照片 因此就被讨论 那么究竟会不会因此 而让下院党失去一席支持 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说了很多今天的局势 而在今天下午4点 相信220位的国会议员 已经成交了他们数亿人选的法定声明 到底谁握有多数 相信只有元首知道 还有要和你分享的就是新一周的有价情况了 每公升RUN97 RUN95和柴油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你能够点赞分享出去我们的视频 祝你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